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也没有想过原来她的承诺都是屁 我觉得我回去会在思考这一段感情 应该怎么走下去 我们说的当然是比较 不要 比较讲功都坏了 我会考虑跟你在一起 好 拿走并下特军的人 婚后才会安定下来呢 今天节目当中告诉你 没讲到基本上还没有办法容易定下来 但是到中年有可能 因为一般人中年赚了钱之后 自然而然症会有点点垂下来 汪静明在等几年 景文跟他男朋友分手就有机会 对不对 好 那什么态度 好 你看得出来我很喜悦吗 你谈恋爱是肉体之上 还是精神之上呢 从你的性名词可再看得出来 这种女生把身体当武器 我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武器 你告诉我你身上的 景文啊 这句话我都不敢说 你怎么会自取其辱呢 以及2005下半年 爱情运比失业运好的生肖 另外台运金钱包要预知 最近你要当心哪方面会受骗 请忘记得做过咯 赶快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今天这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而且在荧幕上里面 他们可能说是 应该说是荧幕情侣 他们是谁呢 欢迎汪静明 还有景文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都真的很喜欢我们俩在一起 谢谢你们 其实我们真的是荧幕情侣 我知道你真的很喜欢我 你是喝酒醉 哪里不舒服啊 你不要这样 我觉得如果真的喜欢我 你可以勇敢地说出来 我可以接受 谢谢 景文 你是艺人 你上节目的时候你吃了迷幻药 没有 没有风雨风雨 没有啊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俩都很合 谁说的 大家走在路上大家都这样讲 真的 我也听过 这个社会有没有病态 听得很不起脸 谁听得很不起脸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过井下石 你花烧了 你不要接 我跟你讲 你是不是不高兴啊 你心里很爽 没有没有 听景文说嘛 对 建明 对 有些男生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 他就是不好意思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表达 我能够了解 我可以证明 问建明有时候还蛮害羞的吧 真的 真的 要看对象 好啦 那你们就两个在一起就好啦 反正你现在没有朋友嘛 不是 我还要跟我家人交代 什么态度啊 我才三十来岁 以后的人生是怎样 这都不要规划了 那景文也很好啊 干嘛这样讲 我告诉你 你们两个一定合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是水瓶座 对不对 他是双子座 我告诉你 这两个是完全是风向星座 是很合的星座 真的 不信你问唐老师 水瓶很花 双子会花吗 双子其实也算 水瓶不是很花 你自己想的水瓶花 水瓶有的男生很花 那大部分都花 没关系我可以吃的男女 我们也敢做出来 很多人想说水瓶座花心 对不对 双子座人家也觉得说 他喜欢那种新奇的东西 善变 我们今天从我们的这个 开业调查局里面 我们针对这个花心男 这个罪证来大指控一下 第一个罪状到底是什么 不敢给承诺 给了也不会实现 很多花心男他就是那种 不敢说一个确定的东西 就是例如说 你知道像我就是不给承诺 对 水瓶座的人 这也不会给承诺 那是因为 给了承诺然后做不到呢 就要做 可是原因呢 为什么不敢给承诺 你表示说你对这个人 就不确定了 对 好 OK 我不给的原因 可能是我留自己 给自己留退路 对 可能我觉得OK 我没有跟你在一起 可是我没有跟你说过 些什么东西 我没有跟你批评过 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哪一个伤害当 给了你承诺 但是还是跟你分开 你觉得哪一个伤害大 对 像听听 你会觉得水瓶座 很会讲这种 热恋的时候 你会给很多很多那种 对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我们会永远也会 对 我爱你 我爱你 然后我这一辈子 就是确定是你 可是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来没那么开心过 你知道吗 你给我的感受 是完全没有过的 对 都会讲这种 尤其在热恋的时候 这种话是最多 对 然后吵架 分手的时候就完了 对 而且我跟你在一起 真是药病 对 我没有宣布下你这样的 对 你真的带晒 我本来的元气好 你带晒到现在 那些数量都不翻身 对 所以我们今天从星座来看一下 问一下张老师 到底什么样星座的男女 他的承诺都是屁 各位朋友啊 这样就上方的人 这种一定我一定不会 害怕 真的吗 我一定不会这种的 真的吗 我在看了 而且还男生女生都不要想说 男生会讲话 我们公平 女生给的承诺也不见得会瞬间 是 来 来看一下 请两位风流的风向星座的男女 帮我鉴定鉴定 我说对不对 那我也列入在里头 是啊 那这个承诺都是屁呢 就要从太阳跟水星来看了 水星 到底这人讲话是不是个屁 水星 对对对 因为我们讲的是承诺嘛 承诺就是好像要给对方一个未来 那这个王建民呢 太阳水星都是水瓶座 对 真的 真的 真的都是屁 好臭哦 好臭好臭 那景文 景文跟嘉芊一样都是双子座 然后水星都在巨蟹座 真的哦 那两个一样 都是狗屁 哪有不过有 那水星都在巨蟹座 真的哦 那黄老师是金牛 水星在双子 那我们的不洋老师呢 是双鱼 水星是在这个水瓶座 那我们就来看看了他们太阳水星第三名如果落到了男生 处女座 真的吗 是的 好会啊 处女座 不是有洁癖吗 处女座有分两种 一种就是很容易害羞 然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 这种跟你交往了很久 连爱你都说不出口的 对对对 他下的承诺就有可信度了 可是你应该看了 看过那种非常会花言巧语的处女男 那这种的他的话就不可信了 而且他为了争取你对他的信赖 他常常会有过度夸大其词的那种效果 所以当一个处女座讲的太浮夸了 太夸大了 那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这个不是承诺好不好 这只是他在做梦 假设你以为这是承诺 你以为你就是他心中的白水公主和唯一 那你很可能就之后会很痛彻心非了 好 这是处女座 来我们来看二名是谁呢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黄老师你的水星在这里 奇怪 不是没有 对 不是绝对没有 对 那不是说的 不是 黄老师 你先讲出来吧 不 我跟你讲 我们那时候牵的手就要负责的 你的意思是那时候 那你如果是现在 你可以就牵的手为无所谓 我可不可以一直负责到现在 对 为什么会有一个特例 我牵的手就负责到现在了 对啊 其实是时代不一样的 双子座是这样 他可能不会主动讲承诺 可是他会很随便就答应 他会是你随便 很随便就答应 比如说女生如果说 以后我们要一个礼拜进一次面 好 好啊 好 他没有想过 然后就说好 他也不会想说对我这个礼拜 我搞不好每个礼拜 他是变相的承诺 对 然后他就会好啊好啊 然后等到人家产生那种期待了 然后之后他确实一个月都不见 然后再出现的时候 女生已经掉五公斤了 然后他会说你这么难过是为什么 他是敷衍吗 他没有想过 他没有想 他没有确定 他就想说反正他讲什么都说好 对 我倒觉得是在小事情方面 我会有这个毛病 就随便 大事方面我应该不肯 大事的话我是金牛座 小事情的时候就刚才讲 什么礼拜二见 好啊 到时我可能有事情 小事情可能会难捏不好 所以有时候跟双子座 在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 请你叫他写切结束 对 你要写下 用手机写备忘符 当你叫他做这种事的时候 他就会认真想 而不是把他当成一句话说过去了 所以其实如果对付双子座男生 就是你要确定的跟他讲 你确定哦 你要不要记下来 你要不要怎么样 对 不要让他就是随便说了 你现在想出来就要负责任 就很认真跟他讲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名 这个承诺都是P的是谁呢 那就是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补洋老师的 简纹的男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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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 对啊 所以其实 我的妈呀 我被骗了 好可怜哦 等一下 你男朋友曾经讲过什么事情过 他说要给我一个家 然后呢 这个就够大了吧 真的 到现在呢 几年了嘛 到现在是我给他一个家 好可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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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说得太好了 对 真的是 其实双鱼座它 这个星座它其实是 我应该这么说 他非常聪明 而且聪明到 有的 有的 非常聪明聪明到狡猾的程度 他很清楚有一些承诺呢 就是 为什么现在能够让你很开心的话 我不说 我当然要说 我让你开心 你就会愿意为我付出 那至于我做不做得到 当你很爱我的时候 你应该不会介意你做 我做不做得到了吧 而且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啊 所以我先答应了 又怎么样 我又不会耍块肉 真的哦 你都会夹皮皮啊 他都怎么夹皮皮啊 还蛮会讲的 他怎么样 很浪漫啊 就是 就是啊 说 我爱你啊 什么什么的 是 他讲的跟他 会不会付诸行动啊 对 那我是不是有点被提醒 还是有点笨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想过 原来他的承诺都是 屁 不会啦 那唐老师哪会救一下他 我觉得我会去 我觉得我会在思考这一段感情 应该怎么走下去 我们说的当然是 不要 不要 比较讲过很多坏法 我会考虑跟你在一起 你 你不要这样 唐老师哪会救一下 没有 我救一下汪建民好了 对 你看双平台上面在弄一个水平台 对 放到第一名 很奇怪 水平台没有上榜 为什么 就像建民刚刚讲的 就是说他们是想得很清楚的 你只会感觉到他不给承诺 但是一旦给承诺 他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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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所以人家对他的印象不好 是因为他不给承诺 而不是他乱给承诺 他从来没有说 要跟你永远在一起 请你仔细想想看 他有没有说过这个话 通常水平台不是双平台 真的是这样 真的 就算你把你的身体给我了 我还是不给承诺 我突然想到 那个第一名的双鱼男 你还在想到 我想说就这样 我突然想到一个男生 谁 陈薇桃 薇桃哥 他就是 双鱼座 双鱼座 好符合 其实蛮多 像蓝震荣也是双鱼座 NoNo也双鱼座 好符合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女生 好不好 对 讲完男生 罵完了 好开心喔 罵完了 罵女生罵我 没有讲女生之前 我们来聊一聊好不好 反正现场有三个女生 如果 你们大概有听过 女生怎么样给男生承诺 比较难吧 女生 还是会 没有 女生多半都会讲说 你是我教过最棒最棒的男生 这种 对 大概也是这样子 你是我认识的男生里面 最棒的 最棒的 然后以前我都还会心愿意 但遇到你 我应该不会再看别人了 你好可爱 你讲的笑话都好好笑 对 而且你好可爱 对 或者说 我的名字以后进到你家的祖先牌位 这个就严重了 女生应该不会这样讲吧 我感觉我会很加都很好奇 女生到底会 女生 对 讲的承诺都是屁 到底是哪几个 来 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当然女生如果要给男生承诺的话 显然这女生他是握有主动权的 那才会有承诺这件事情 对 所以他很可能是玩家型的 一定要记住 这些是玩家型的星座 不是 就是这些人是这些星座里面的玩家 真的 玩家 第三名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了 我内举不必清 天蝎座 为什么 天蝎座 天蝎座 会 其实你听天蝎座的承诺 你一定要听完整句话 你知道我已经听到好多人的心碎声了 真的吗 你这种电视前面有些人就是 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真的是 会让人家心碎 他们可能会觉得天蝎座很专情 对 没有 我都这样觉得 好 等一下 可是天蝎座都有诞书 什么诞书 比如说 如果我那时候工作很不如意 我一定会嫁给你 他就会有 如果不如意 我一定会嫁给你 可是他都很如意 对 他之后就会告诉你 没有办法 因为我工作很忙 所以 但是为什么他后面要下那个承诺呢 我会愿意嫁给你呢 是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够 很强烈地表达 他其实还蛮愿意跟你在一起的 但是只要他前面有诞书 就表示其实他心里是不确定的 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的话当真 就不要太相信他的甜言蜜语 因为天蝎座喜欢陷入那种 很强烈的爱情里面 所以你叫他不讲甜言蜜语 他会死 所以唐老师 你应该常常讲这种话 最近比较没有机会这样 所以记住 天蝎座有淡数的话 你要小心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水星日火落到了 双鱼座 不是 因为这两个星座 当然他觉得其实 他可以为男生尽心尽力的耶 其实双鱼座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他会想要维持一种完美的形象 怎么分辨他是不是玩家型 双鱼座 其实双鱼座 讲话方式吗 讲话的方式 比方讲他讲得太美好了 因为其实真正比较诚实一点的双鱼座 是有点恰伯伯的 是有点凶的 他太温柔 然后太完美了 他完全逆来顺受 已经逆来顺受到不符合他的状态 比如说他的身份可能是个女强人 然后在外面工作很有地位 可是在家里却任以百般的凌辱 或者是随便你指使 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你就要小心 他可能也有不合理的状况对你 所以是玩家型就是看这个方式就对了 老师你真的让我想到 徐若萱他被拍出来的地方 真的被拍的地方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同 对 他在周竿里面被拍出来的地方 抱什么都不一样 对 但是你很难从他的话里面去 发现他在说谎话 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 他们之前就已经做好很多预防措施 而且他们表现还蛮诚恳的 对 没有 我觉得这一集真的 会一棒超过很多人 应该是一棒 其中有一个是 每天都要跟你讲 我们结婚以后怎么样 对 这一集播出以后还得了 都是屁 所以我刚刚就讲说 我听到好多心碎声 怎么办 对啊 有得救吗 没得救 对 他如果说讲真的 他会怎么样 因为还是要给希望嘛 对 所以他讲都是屁 可是有的是真的吧 当然很多是真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 怎么看见他是真的 像双鱼座 如果他是说真的 他就会对你比较凶一点 他是对你比较凶的 他的情绪的宣传是不一样的 对 他会很直接 很了当 那这种就表示 他是那种很诚实的那一面对你 没错 了解 好 让我们来看第一名 好 这个成果都是屁的呢 我们也有人上榜 太阳水星如果落到两位的水星 在这里 我刚刚还讲人家 我刚刚还讲人家 你凭什么 我 我们两个会这样 你会这样子吗 你也有说 不会啊 老师 你这不太准 你跟你男朋友很配 你们两个都第一名 不是 你说 你们两个都是屁 对啊 你说我跟你在一起 我会哭乱 那我不对 我糟糕啊 对 我们两个在一起 你也会哭乱 我也会哭乱 OK啊 所以他是故意的吗 没有 你们俩真的是第一名 我刚刚 我跟你讲 我没有 唐老师根本不晓 你男朋友有什么星座 真的不知道 是我问你 他才知道 我觉得 其他观众还好 我就看你们俩回去怎么相处 我现在问什么都是屁 好 其实太阳水星在巨蟹的女生 她们是非常有智慧的 我所谓的非常有智慧是 她很懂得以退为进 温柔婉约 以争取你的好感 她的形象完美 她会是你心目中的好太太跟好媳妇 她也愿意嫁给你 然后还承诺你以后她来洗碗 以后她来打扫 真的 衣服都我洗 没关系 衣服都我就不没关系 因为我怕我做不到 我就不会 我都会承诺 不要再女爱 有一些巨蟹的女生她就是 即使她是个新兴女生 新兴人类 她什么都不会 可是她心里想再学就会了 为了让你对她很放心 为了让你觉得她是个好女生 好新兴 她就会先把这个形象做出来 对 然后没关系 等你爱上了我以后 然后慢慢的你的薪水 也会掉到我的口袋 你买的房子也会登记我的名字 家里我也会逼你请一个费用 要不生小孩还要看我高兴 所以其实巨蟹座 她其实并不完全是个傻女孩 她心里很明白 她看上你是为什么 然后她又觉得你能给她什么 所以 这样讲 那我的婆婆会不喜欢我 还好 还好她们都在国外 所以记住 你要听巨蟹的承诺 如果可以的话 就很像那个双子座 你也就要写妾结书好了 好啦 所以看完我们的排行榜 接下来赶快看一下 我们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开运的调查局里面的 花心男的罪状大指控 第二点 劈腿是家常便饭 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惯性 像你习惯来做这件事情 不是你习惯吃一个东西 你习惯了 你有一天不吃 你还会觉得奇怪 像外国人你就觉得 马铃薯很好吃 可是这是他们主食 那劈腿如果是你的主食的话 你就觉得不劈腿 就觉得奶油 就觉得心里痒痒 可能婚前有些人劈腿 那就是因为他不安定 心里那边的不安定 可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从手面向来看一下 如果他婚后会安定下来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手面向特征 这样大家都可以有依据 可以去找寻一下了 好不好 来 王老师 第一项我们看一下 是鼻梁线但是准头掠垂 现在要准头掠垂 并不是要掠垂 就是说你不可以两个洞 跑出来给人家看就好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地方鼻梁是线下去 但是这个地方 不能够被人家看到鼻孔的以上 好像刘德华的鼻子 对啊 老师这是男生女生 男女生同论 男生讲一下 刘德华不算 刘德华这个是很挺的 它没有奶油 对 奶油是你们两位都有 对 我的还有一点点 坚明跟那个锦文两个都陷下去 我的还蛮明显 对 陷下去 但陷下去之后 现在重点是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陷下去 表示说 还没有结婚以前很喜欢玩 朋友结尾 来来来去哪里玩 哪里玩都很好 心没有 还很浮动 但是他如果说准头有垂下去的话 就知道说结了婚之后 要负责任了 要努力赚钱 努力去做事业 没有去下去 那我很惨 你们两位基本上都蛮 是刚刚有点相似 就是这边陷下去 但是你们两个 并没有垂下来 你们两个都看得到洞 意思就是说 以你们两个来讲 结了婚以后 当然其实任何人 念心都还是本来都是这样 不过结了婚之后 完全定下来 念心还会再重重的 又在想的 那你们两个会比较明显 就是念心还会在想 有机会 可不发展发展 因为你们两个长相 景文用那爱 充满爱意的眼光 一直看着汪建民 对啊 他不是看我 要看摄影师 我真的是在看你耶 因为你的鼻孔真的没有 就是枕头没有下去 就是还看得很明显 你什么啦 你的耳朵不好 老实说我们两个都一样 不是 我们两个都没有下来 可是你比较严重耶 好 对 你这样 你会高兴一点 好吗 对 有第一名 有第二名 你们讲 基本上还没有办法终于定下来 但是到中年有可能 因为一般人中年赚了钱之后 自然而然真的会 有点点垂下来 这时候垂下来 就表示他定下来的时候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如果他们要结婚的时候 中年是最适合他们 比较迟一点结婚 就是晚婚 对 那这个卵肉 多一点肉的时候 那就才真的是安稳了 不会再改变了 不会啦 汪静明在等几年景文 跟他男朋友分手就有机会 对不对 好 那什么态度 好 你看不出来 你看不出来 我很 你们现场的人 感觉不出来我很关系 你在考虑啊 被你考虑 好 我们再跌下 眼睛快掉下来 跌下来 可能是耳朵很小 或者很尖 但是有垂株 那我也强调一下 这个垂株不是说 一定要像米勒佛 这样大大的垂株 就是基本上 形状有就好 像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地方 可能有点尖 尖小小 薄薄的 但是最重要 是这个地方 不一定要成猪 至少这一部分 要占整个耳朵的四分之一 老师 我这算不算 对 应该有点算 有喔 你上面的耳朵 就是有点尖尖的 好 我看看第三项 要嘴巴大 但是要塞要明显 塞就是指这个塞骨 对 三个都没有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整体的比较 嘴巴要比较大 嘴巴大就是到底好玩 或者是他年轻的时候 以为好像就是做老大 对 比较会花钱赴风换雨 会讲话 但是结了婚之后 如果有这个骨头的话 就会定下来 因为这个骨头是代表稳定 或者代表直到节制 不能再玩 我三个都没有 那么以真相来讲的话 嘴巴大先讲一下 嘴巴大是跟你自己的眼睛比 你的嘴巴有眼睛的1.5倍以上 就像嘴巴大 那这个条件的话 请我们复合嘴巴大 那么唐老师也复合一点嘴巴大 我没有 你的不算嘴巴大 许孝顺顺 就是说你如果有这个腮骨的话 本来嘴巴大是我刚讲过 耍老大 或者说他比较豪放 野心都没有关系 但是他有这个腮骨 让他会定下来 还要再加一下 还要再加一下 没有图的话 就是一个人一定要看屁股 除非是不要像那种特别大的吃肥 就一般来讲 就是你的身体来讲 只要有屁股的话 这个人截了婚以后 就会定下来 这是我的强项 就是屁股要比较大的是不是 有点丰满圆的 如果你没有屁股的话 你截了婚照样还是到处奔波 怎么看啊 可是我这样子就这样 就是比座之下 跟你身材比较 有嘴巴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没有画出图来 但是我想这个说明可以了解 我三个都没有 真的你也没屁股 好啦 翁晓铭 你觉得男生 我们通常讲说男生 都是用下半身在思考的分意 对 你同不同意 男生 同意 因为以你是男生 其实我非常非常不同意 我觉得还是上半身在思考 真的吗 所以你是比较重视肉体还是 你说什么 你是什么 上半身思考 下半身执行 对啊 你觉得 你觉得谁有这么好的运气 每一天就可以去遇到 这么随便的女孩子 让你去干嘛 对不对 当然要花脑筋啊 对有道理 而且有些如果说好 有些女孩子就对她很随便 她就是很想跟你来一下 或什么之类的 你会接受吗 那要看她的条件 你看 还不是一样 她的条件是OK的 条件是OK的话可以接受啊 天下没有这个男人说 遇到自动上来不要的啦 你看 不可能的是嘛 可是如果说男生条件的时候 他送在我不要耶 像古天的我就 什么 什么 蛤 蛤 怎么 人啊 这是人性啊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那个 新名密码来看一下 对我们这样讲的一图拉骨 到底谁讲是真的 谁讲是假 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名密码 问一下浦杨老师 这个谈恋爱是 肉骨至上呢 还是你来精神至上的 我们来分别一下好不好 我可以先填嗎 來 不用填 等一下就知道 妳這個已經告訴我答案了 事實上是這樣的 男生肉體至上的非常多 所以我放兩個男生在裡面 OK 女生肉體至上比較少 所以我放一個 倒過來的精神 女生比較多我放兩個 男生只放一個 好 新式比劃數 七晃 很大 七晃 五禮 宋禮 宋禾 渡烏 還有汪 汪 汪也是 三點水 然後這樣往西化 那名字畫素相加是十 十四 黃建民中了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六 二十八 這種是肉體至上 就是說女人不正點 你不會養 女人送上門 你會養 是這樣 他正常嘛 生理正常應該這樣 對 但是這種男人 那一方面超屌的 你這樣講我應該要驕傲嗎 還是這樣 因為其實男人肉體至上的話 他比較累 很好 但是他要行才能累 不行他就不行 他身體上是個凋的男人 但是精神上是個壞男人 參考一下有沒有女生 對…來… 另外一種男生 姓式比劃數 來 拔劃 拔劃例如是林 秋 周 少 夢 台 其他八話也算數 名字畫數是十五 十九 二十五 二十七 三十一 跟三十二 好 這種畫數的男人 比較喜歡征服女人 尤其在肉體上面需求比較大 OK 那女生也有 女生也有重視肉體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女生氣質比劃數是四畫的 先講一下 女生的肉體跟男生不一樣 她不是性好於四 她是喜歡這個男人 她認為她的肉體是一種武器 或是一種犒賞品 男人要她就給 懂嗎 不一樣 然後四畫的例如是 王 方 孔 毛 八 一 其他四畫也算數 名字畫數相加一定要是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三 二十六 二十九 這種女生把身體當武器 我都沒有耶 對 因為你沒有武器 那你告訴我 你身上來… 靜雯啊 這句話我都不敢說 你怎麼會自取其辱 你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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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驕傲什麼 你告訴全國的觀眾朋友們 你身上的武器在哪裡 你怎麼這樣 他有啊 人家身材不錯 我跟你講好不好 來 看一下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 談戀愛 精神至上 這種人有 但是女性比較多 女性比較多 女性比較希望是被呵護 那種Romantic 情緒上的被照顧 男生比較少 所以我們先看男生的部分 對啊 男生只有一個 男生姓氏比畫素 十一畫 十一畫算大姓 譬如說姓陳 張 許 曹 鍋 駝 姓莊之類的 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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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字畫素相加是 八 九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二畫 這種男人對女人會討好 會呵護 然後呢 在精神成績上面比較高 所以說她比較強調的是 她喜歡女人那感覺最重要 那會不會其實她在那一方面 比較不行 不一定 她是以這個為先 這種男人在那個 那一方面滿有技巧 跟Romantic 女生的部分 來 姓氏比畫素 十畫 十畫 好 十畫哪些姓呢 姓馬 孫 高 唐 琴 還有姓梗 那十畫也算數 名字畫素相加是 十一 十二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五 三十二畫 妳有嗎 沒有 沒有 唐老師也沒有 還好 沒有 妳姓沒有 妳姓沒有 我姓沒有 對 要兩個都有 這個二十五 搞了半天 黃景文是妳的名字 那妳姓什麼 妳姓黃 對啊 妳黃沒有 上面沒有姓黃 上面沒有姓黃 姓是要重才重名 姓是要十 然後名字要二十五 妳是什麼黃景文 我看你們節目這麼久 我現在搞懂 原來 還是要 沒有 原來這個要合 對 姓在對面 剛剛才講 沒有身材要有智慧 沒有身材也沒有智慧 怎麼辦呢 妳這樣子罵到隔壁的王太太 隔壁王太太她也看很久 她也搞不清楚 一定要這個是對上面的 然後這個是對下面的 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妳畫妳的狗兆屁 上面就明明寫了姓 姓式的筆劃 跟名字的筆劃 妳們兩個不要被吵了好不好 妳是日本人嗎 妳是日本人嗎 來 接下來我們 另外一個 下一個女生 閉嘴 下一個女生精神至上好不好 女生比較多 所以擺兩個 來 另外一種姓式的女生是 十六話 十六話例如姓賴 錢 姓爐 還有姓霍 木 姓落 其他十六話也算數 名字畫數相加是 十二 十五 十六 十八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八話 蠻多的 我幫妳看過 如果觀眾朋友妳是男性 妳交往到這種女生 真的要給她呵護 要關懷她 對 然後妳生活的情緒 情緒方面 包括妳對她的承諾 還有包括精神糧食 妳對她弄得很好 不然真的婚姓上面比較挑剔 那接下來還是要繼續看一下 我們的開運調查局裡面的 花心蘭的最壯大指控 好 最壯三 拋棄手法無奇不有 意思就是說 她在拋棄妳的時候 理由一大堆 而且那個理由都是那種 讓妳聽完之後就 什麼東西啊 那種 就是我不可能給妳一個家 我覺得我現在 可能沒有這麼好的經濟基礎 可能我不能給妳一個很好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分手一下好了 爛不爛理由 跟我在一起都是妳受委屈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我很心疼妳 所以我們分手吧 這什麼狗變理由 那妳就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從星座來看一下 好不好 到底什麼樣的星座男生 甩功一流的 看一下光劍妳有沒有上法 太陽水星 好 第三名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摩羯座 真的假的 摩羯座不是土象嗎 土象星座 摩羯座是用啃彈的方式 啃彈 對 就做得還會很慘 真的 這是真的 以前我拍那個 危言警察那個 對 攝影師就是 她的腿就越來摸起來 她怎麼甩 她就是叫妳坐下來 好好的 當面跟她講 好好的跟她講 開導她 她不聽不聽不聽 她還是這樣 一直用這樣的模式 對 想到後來 女方會開始厭煩 或者是開始累了 就是我為什麼要跟一個 這麼誠懇跟我談分手的人 還要挽留她 所以到後來妳會心都冷下來 可是妳又無法恨她 因為她很有誠意 對 然後她甚至也會告訴妳說 其實大家還是朋友 而且她還會把妳的優點告訴妳 可是她的態度是冷的 讓妳覺得無可挽回 對 而且摩羯開獎的話 可以她自己一個人講兩小時 應該沒有問題 她是不是希望給自己留後路 才做這樣子的 不是 她覺得這才是做事的方法 OK 對 就是要把它做一個收穫 這種女孩子還可以接受 起碼這也是一種 圓滿的解決的方法 對 OK 好 第二名 這個甩功一流的呢 就是太陽水星如果落到了 王健民 來 你上了吧 其實是 其實我的方法也是 也是好好的跟你講 但我可能不會面對面 因為我比較 如果有情緒上的面對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失去耐心 水瓶座最棒的一點就是 它讓你知難而退 所以這一點就是 像摩羯是跟你肯談 那水瓶是 他會把他的觀察告訴你 他會把你們之間相處 實實在在的困難 他一針見血的點出來 對 你會有一種 我會看出來 為什麼你現在才告訴我 那因為水瓶座評估之後 他發現他也沒辦法改 你也沒辦法改 所以這個問題 將會是在我們晚年的時候 一定以什麼樣的形態出現 對 他像個預言家一樣 所以你要這樣的人生嗎 他也會很體貼的 站在你的立場想 對 你願意你以後 對 你願意你以後有一個 夜不歸雲的丈夫嗎 我很不願意 但是我以後可能會變成這樣 對 他不會講的是 他跟摩羯是有區別的 他會有自己的情緒在裡面 他會反而 而且會有一點點 可能也會不高興 可能也會把問題的 問題發生在哪裡 講出來給對方聽 所以他講的方式是 女生也可以接受 是女生可以接受 而且女生聽完以後會覺得 我當然不要這樣的人生 所以我願意現在跟你分享 這是一種很高端的柔性恐嚇 對 其實他是在恐嚇你 可是你一定不知道 你要嗎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 厲害的 甩功一流 太陽水星如果落到補陽老師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很好吃 好漂亮喔 我覺得你這樣子會讓我回去 我沒有辦法再面對我男朋友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覺得我跟他的這段感情 可能會因為你這樣子走不下去 這一集怎麼了 不是 不是 因為我們在這裡講的是高明 你要知道 到時候他甩你 你一定不會有感覺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真的好難過 好 來看一下他怎麼甩好不好 這樣會不會比較不難過 來… 其實雙魚座在甩你的時候 一定有先照 那個前照就是 他會鼓勵你去多交朋友 他真的鼓勵過我 他覺得有點煩嘛 他所以交朋友是交什麼樣的朋友 就是多認識其他男生 對嗎 沒有 我就交好朋友 然後他會解除對你的禁令 然後他也會開始說一些 自己很不好的話 譬如說他最近公司 事情很煩啦 然後他的前途黯淡啦 然後他的一切都很迷惘啦 然後就覺得自己配不上你啊 我得了性病 就是先把自己給毀了 真的嗎 然後一直告訴你 你是越來越好的 九二九就是你嫌棄他 不是他不要你 好屌喔 真的喔 這好厲害喔 我也好屌喔 得性病就很屌 真的喔 他會這樣講啊 對… 女男朋友 這個就是以退為進 這是雙魚最厲害的地方 其實這段感情已經走不下去了 你在這樣講 那還走得下去嗎 我就是被雙魚做甩的人 所以我有同感 我是即將被雙魚做甩的人 我是雙魚做 已經想過了 剛才過了 OK OK 好 接下來我們趕快進行 我們今天的生肖排行榜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2005下半年呢 到底哪個生肖的愛情運 比這個事業運強的 來 第一個是愛神降臨 心願得償 就是說他如果是有舊的交往 就表示越來越好 如果沒有的話 他會交到新的 喜歡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這個是什麼生肖呢 是屬羊的 尤其是39歲的羊 就是基本上屬羊的 今年下半年 在愛情運方面都滿不錯 但另外一方面 表示事業運就不怎麼樣 事業運不怎麼樣 只是愛情運好嘛 對 那麼特別在39歲的 例如說謝麗金康康 這些人都是屬於39歲的羊的 可能今天下半年 愛情運不錯 所以真的就結婚了 好 下面第二個 默契投合洗上眉燒 就是這也表示他們交往 通常這種默契都表示說 他們已經交往一陣子了 以前可能還很平淡 現在越來越好的 好 這是什麼生肖呢 這是屬兔的 整個兔都不錯 尤其是31歲的兔 那31歲的兔呢 有 例如說有李里仁 徐若萱 欣慧這些人 都是屬於31歲的兔 對啊 那麼今年下半年我們可以看看 他的這個 戀愛的這種運氣 對 這越來越好 好 現在看一下最好的 修成正果 步入禮堂 那一定表示說 你已經有交往了 最近這個時候結婚 或者如果說還沒有交往 再半年年時間也太短了 可是那表示說 你交往的新交往的對象 可以步入禮堂的 就是可以 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或真命天女就對了 對 有這麼好的愛情運 好 這是什麼人呢 是屬狗的 尤其是36歲的狗 36歲的狗呢 今年是叫庚序年 不是 序序年生的 跟今年剛好是和的關係 這個例如說 陳孝萱 丁柔安這些人 就是36歲 他們很肯進入禮堂了 真的耶 你講的這兩個都是 是 剛好修成正果了 對 這個除了我們的汪建民 他剛剛等一下都是走衰路線 那等一下還會繼續衰下去 就看一下他今天的普掛了 最近要在哪一方面呢 當心會受騙了 好 好不好 來 葵楊老師 好 觀眾朋友 如果你當你比較擔心說 你往後呢 最近這陣子 會有哪一方面當心受騙的 你可以占卜這個掛 OK 如果你想知道可以試試看 那一樣是準備好銅板指兩次 好不好 好 指兩次 人頭它是正 那如果指出來是字的話 它是反 正 反正 好 你是反正是不是 好 請問反正 汪建民 反反 反反 OK 好 唐老師你的呢 正正 好 黃老師 反正 反正 我也是正正 觀眾朋友 當你指出兩次都是人頭 真正 那你要問最近哪一方面 當心受騙 跟我們唐老師跟嘉芊一樣 這個當心受騙的機會都很大 是喔 要小心喔 我們來揭曉答案 網路電訊 小心詐騙 這是電話的那種詐騙機 對 打電話來 那種的片 你都還沒結婚 怎麼沒有小孩 對 或是說恭喜你這種獎 電訊或是網路上面 你要刷卡什麼的注意一下 好 這個比較好預防 對 這個好預防 來 觀眾朋友 當你指出第一次是人頭 正 第二次字字反 正反掛上第二種喔 你要問哪一方面 要當心被詐騙被受騙 我們來看答案 現場好像沒有人抓到 好 對 現場沒有人 來 正反 他人承諾不會實現 比如說老闆說 我準備給你加薪幫你調整 要不然男朋友說 我準備送你一個戰戒 或是爸媽說我要帶你出國 都有可能 這就是不會實現 你會覺得自己被騙了 其實不是 所以這變成是變相來講 就是感情方面嗎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感情 金錢都有可能 是別人講而已 對 遇到開工頭支票 對 所以觀眾朋友 抓到這種掛 你聽一聽就算 這樣你就比較 心裡比較踏實 好 第三個 觀眾朋友抓到的是 第一個字 第二個人頭 反正掛下第三種 那你要問哪一方面 當心受騙呢 跟誰一樣 好緊張喔 跟黃老師跟經文一樣 來 注意看一下 簽約蒙定 途中生變 如果你買房子 注意 如果說你跟人家出書籍 注意 如果說你要給人家開支票 背書或是你要做任何的 簽約的東西 都要小心 那結婚算不算簽約 好 好 最後一個 當你兩次都是字 都是反反 掛下第四種 你要問哪一方面當心受騙呢 好 汪建民 跟汪建民一樣 來 出文了 趨吉必修 沒有受騙 好了吧 我就跟你說人最大一個程度 就來了 脾氣太來了 你知道這真的是明明中注定 你知道 因為我這一 我從台南拍戲回來 我就覺得怎麼樣都不順 那我在想說 要不要去問一問 或者去上個箱或幹嘛 因為公司電話就來了 對 那個 過兩天去上加錢的節目 那你看我今天來了 開運次開始 我就知道我後面的運次 開運次 開了 開了啦 好啦 要祝福兩位囉 謝謝 謝謝三位老師 一些觀看給我們收看 謝謝 你剛說中間的董事長 或是總經一經過 他總會說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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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開個節目 你們說世界沒有我們的話 可能拉不上來 他就跟人家要節目 真的嗎 對啊 你就發現 董事長就走... 而且他這麼蝦的眼皮 怎麼這麼酷啊 然後董事長跟總經 已經走好遠了 他說有沒有機會啊 他還會這樣子 他會這樣講 對... 結果你剛才講什麼 沒有啊 就要兩個節目 有沒有要到 沒有啊...繼續錄影啊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過東森衛視 及e-titter day網站 收看本節目 夢見 為甚麼 謝謝 我愛你 給你 看你 跟我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